全能神经典话语 所有进入他国中的人 也就是对他忠心到最终的人 都带入了神自己的时代 但在神自己的时代并未来到之时 神要做的工作不是视察人的行为 不是打听人的生活 而是审判人的悖逆 因为神要洁净所有来到他宝座前的人 凡是跟随神的教宗走到今天的人 则都是来到神宝座前的人 既是这样 那每一个接受神最后做工的人 都是神洁净的对象 也就是说 每一个接受神最后做工的人 都是神审判的对象 漠视基督是用诸多方面的真理 来教训人 来揭露人的本质 解剖人的言语行为 这些言语中都包含着诸多方面的真理 例如人的本分 人对神如何顺服 对神如何忠心 人当如何活出正常人性 神的智慧 神的性情等等 这些言语都是针对人的本质 针对人的败坏性情 尤其那些揭露人如何弃绝神的言语 更是针对人本是撒旦的化身 针对人本是神的敌视力而言的 神做审判的工作 不是三言两语就道尽人的本性的 而是来做长期的揭露对付修理 这各种方式的揭露对付与修理 并不是用一般的语言能代替的 而是用人根本就没有的真理来代替 这样的方式才叫审判 这样的审判才能将人折服 才能使人对神心服口服 而且对神有真正的认识 审判工作带来的 是人对神本来面目的了解 带来的是人对悖逆真相的认识 审判工作 使人对神的心意明白了许多 对神的工作宗旨明白了许多 对人所不能明白的奥秘理解了许多 而且也使人认识了 知道了人的败坏实质 败坏根源 也使人发现了人的丑恶嘴脸 这些工作的果效 都是审判工作带来的 因为审判工作的实质 其实就是神的真理 道路 生命 向所有信他的人打开的工作 这工作就是神做的审判工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